他的名字比较不好 他到现在才做首相 是做了他的 这个了 你谁啊 我觉得他不打买 没有米 然后有蛋 我不是啊 26个政府 我26个大把 你那些那体有没有 什么鬼有没有 不惊不绝 有首相拿到斯利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已经执政快要满一年 也是时候让选民来验收成绩了 在这一年里面 哪一个部长的表现 最让你满意 谁又是碌碌无为的那一位呢 现在就让我们让民众投票去 哪一个 就是这一棵 这一棵 最重要的是 这些医生要下来 知道我们爱什么 我们辛苦什么 正可以做事嘛 如果这些医生 就是这个陆兆福去挫MRD 挫LRD 没有带一群几十个人去挫 隔壁去挫 隔壁 隔壁一个人去挫隔壁 知道辛苦 不发 他名字比较不好 他到现在才做首相 本来他早就能做了 一路来做到这样 我从轻他 本来他都不做首相 是堕楼他的 你不要说是厕所牧場 不过是有解散 人家进去厕所也有维生 是比外国印象 马来亚厕所也比较干净 不像以前那样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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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那阵子很久 这阵子又喝酒的东西 跟那些人吵架 这阵子很久 他会做一个 他在一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他在一方面 他在一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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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一方面的努力 第一次 我在一方面的努力 因为他已经成为 马上的努力 所以他已经有了 的努力 要保持了 他在一方面的努力 他在一方面的努力 因为它都很轻 整天有七笋 米 什么 因为它有关系到那种 经济的东西它起码都有想出来 它会去解释一下什么经济不足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人民我们提高什么东西 要用多少钱 这样全部公开 就比较诚实的一个 就好像以前那个前部长啊 什么都是该做 没有跟你讲 做了过后亏了 有没有赚还是没有跟你讲 全部都是一样 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比较公开 比较透明 这个呢 哦 副首相 副首相 我觉得它不太满意 这就是这些东西 要不要 不太满意 不需要 很多人都会 从这些东西 从这些东西 都会有 那些东西 做得到 人家那里打仗 找这里的学生来示威 我那些家长来示威 我不觉得人民是满意的啦 这个时候 特别是人民都是比较注重在经济方面 然后马币真的是在跌跌不休 然后物价真的是上涨到一种程度 白米起了 然后猪肉又起了 然后又说没有米 然后又有蛋 什么鬼都没有 经过民众的投票和综合我们上一次的民调 交通部长陆兆福继续以最高票缠绵我们这一期的最佳部长 看来他这一年的努力民众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 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则是打成平手 总的来说部长的努力 民众是会看到的 至于其他部长还可要加把劲咯 那您觉得哪一位部长值得您打满分 谁又要再接再厉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以及要按赞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